虽然圣信上帝的旨意要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所以虽然看起来我们一票 在那个几千票 几万票里面 好像显得那么维不足道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经上我们自己的衣物 然后我们甚至到神的宝座 依然建立在这个地方 我们感谢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晚上我也要透过圣经里面 在教会第一次的选举 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 在这个选举当中 这个圣灵就运行 然后应在教会里面有一些需要就选 在门徒当中一些的人 来帮忙这些的使徒 管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我们会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去思想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 他应该是怎么样的 这个侍奉的本质应该是怎么样的 是这个圣经里面 给这些选出来的信徒领袖 给他们这个的名字叫做执事 当然直到今天 在不同的教会的体系 不同教会的传统 不同教会的组织里面 对这个信徒领袖的称呼 有不同的 有些教会叫执事 有些教会 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叫做理事 但是无论如何 无论怎么样的一个表达 无论怎样的一个称呼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让我们回到圣经 在圣经里面 不管今天的教会 是怎么样的一个组织 怎么样的一个表达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 就在圣经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一起来思考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把我们自己 我们把我们的国家 我们把我们所居住的 这个地方 我们也把我们的教会 叫在你的手中 我们要委身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是天地独一的上帝 即使在外在的处境里面 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 有许多挑战 甚至有一些让我们 真的是生气得 咬牙切齿的事情 但是我们身心里 依然作作为王 因此我们就是凭着 这样的一个信念 我们今天晚上 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聚集在一起 无论是在现场 也无论是在线上 我们同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来聚会 我们要高举你的名 我们要荣耀你的名 我们要透过 我们生命里面的 这个敬拜和赞美 我们的祷告 我们的歌声 来荣耀你 也透过我们去思考学习 并且遵守圣经里面 你自己的话语 来荣耀你 主啊帮助我们 这段听到的时间里面 主你自己真理的圣灵 来向我们说话 激发我们更加爱上帝 激发我们更加爱人 激发我们更加爱教会 我们将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阿们 各位我想邀请你打开圣经 十度行传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让我们看圣经 十度行传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们每次听到 我们是来按照圣经 我们来去思考 我们不是讲人的话 我们是讲上帝的话 我有一个老师 他是神学院的院长 他真的是 我的生命里面一个 我非常敬重 影响我很大的 一个属灵导师 他是一位牧师 他叫做 他的名字叫做 小弟牧师 他也是住在 他很疼爱我 他很想帮助我 他三番四次 很多次都告诉我 他侍奉的一个 座右鸣 他侍奉的座右鸣 是什么呢 走上帝的路 上帝负责 你要走自己的路 你自己搞顶 同样的各位 今天呢 如果我们讲到 我们是讲上帝的话 上帝负责 圣灵自然会向我们说话 如果只是讲自己的话 不是讲上帝的话 自己搞顶了 博种了 好 让我们回来 上帝的话 十路行传第六章 第一节到第七节 我念给大家听 那时门徒争夺 那时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第二章的时候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死到这一般 原本很害怕 很恐惧 耶稣被钉死这架的时候 跑到完 着楼 但是耶稣复活之后 他们重新得力 并且耶稣应许 这个圣灵降临 在十路行传第二章 当时你降临的时候 彼得为首的这一般的使徒 很勇敢的 然后传讲福音 然后有很多人信了耶稣 然后教会就在耶路撒冷开始 那时门徒争夺 有说希腊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攻击上 复裂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个使徒就叫中门徒来 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凡事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个事情 但我们要专心以祷告 传道为师 大众都喜悦之后 就拣选了斯提凡 乃是大有信心的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了斐利 伯罗 各罗 尼加纳 提门 米巴米纳 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亚人 尼哥纳 叫他们站在使徒的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安守在他们头上 这件事情过后 第七节 上帝的道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的 树木加征的神多 也有许多的基师 新从了之道 各位我们圣经读到这边 但是我们继续 进入这个经文里面 刚才我说了 我们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去思考 当年第一次 教会里面的选举 选出来 当时在什么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有这个选举 选出来的人 需要怎么样的一个的资格 然后我们在当中 最重要的思考 我们侍奉上帝 我们这个的本质 应该是怎么样的 当然这里是指导 选出教会里面 这个信徒领袖 但是我今天 也希望从这样的 一个定义当中 把它的范围扩大 这个范围是涵盖 我们每一个 无论我们有 这个正式的名分 还是没有 无论我们是 站在台上侍奉 或者是在台下 无论你是台前 或者是幕后 每一个忠心 侍奉上帝的人 我们都在这一个 同样的原则里面 我们一起来学习 第一 我们来看第一节 第二节 还有第四节 这个圣灵降临之后呢 教会就在耶路撒冷 建立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没有执事 或者是没有 这个信徒领袖 这样的一个折分的 这样这个信徒领袖 是在怎么样的一个 处境之下 被选立的呢 第六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四节 就提供给我们 这个的背景 第一节就说 那时门徒争夺了 各位 门徒争夺 就是教会增长 是一个好现象 是一个好事 你也一样 你跟你的长老的心 也一样 你跟众弟兄姐妹的心 一样 你跟我的心也一样 我们多么希望 我们的教会 门徒争夺 我们多么希望 我们的教会增长 但是 当教会增长 意思是说 人多起来的时候呢 就会使到 一些事情浮现 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处理的不好 很可能会带来伤害 人多起来的时候 很可能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当然我相信 在主的教会里面 很多时候都是无意的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一些的误会的 一些人的需要 就被副略了 所以耶路撒冷 当时这个教会 所面对的 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就是在 那个第二节 第一节那边 那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像希伯来人 发愿言 其实这里是讲到 两种的犹太人 一种的犹太人 是住在耶路撒冷 住在加利利 就在犹太地 这些本土的犹太人 另外一般的犹太人 是住在海外的犹太人 海外的犹太人 为什么会来到耶路撒冷 他们来过节 他们来过预约节 比如说这里 他们是来过五旬节 然后在教会里面 就有这两种的犹太人 然后在外地回来的犹太人 就发愿言 你们不公平 你们拍食物的时候 你们复略了我们的寡妇 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们 你们是不是不当我们是自己人 你们是不是不当我们是弟兄 不当我们是姐妹 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的危机 各位这个的危机 表面上看起来是吃饭的问题 好像很容易解决 其实就是教会合一的问题 教会里面有人发愿言 然后导致这个教会分裂 甚至导致有人离开教会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这个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的伤害 和杀伤力 各位不要以为 教会里面产生伤害 有人离开教会 最伤心的是长老 最伤心的是教会领袖 不是 各位 当教会分裂 当教会里面有纷争 有发愿言 有人离开三地 离开教会 最痛心最痛心的那个是耶稣 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教会分裂 就是我们再一次把耶稣的身体撕开 所以在这边是合一的问题 而且让我们看到各位 负面的话 负面的话是很容易传染的 负面的话是很容易 一个人传一个人 一个人 然后我们人的罪性 我们人的本性是喜欢什么呢 加言加粗 喜欢八卦 事情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这样的一个教训 其实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 在旷野 已经发生很多次了 我们就看到 上帝是多么的 不喜欢这种的行为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时常讲 造就人的好话 我们要帮助那个人 我们讲的话 都是要使到那个人得益处 使到上帝的名 得到荣耀 我们感谢神 上帝赐给这十二个使徒 有智慧 他们有远见 他们有广阔的胸怀 他看得出 神在教会里面 赐下不同的恩赐 有不同的功能 他说 我们使徒 我们被上帝拣选 我们被耶稣基督拆选 我们的最主要的本分 我们最主要的福祉 是传扬上帝的道 在第二节 那边他们说 我们撇下上帝的道 去管理范食 哎呀 原事不合一的 在新的一些翻译 那边翻译得更加清楚 是不适合的 神给这十二个使徒的 priority 优先持续 就是为着上帝的道 传扬上帝的道 传扬福音 然后祷告 然后教会里面一些的事情 一些行政上 和管理上的事情呢 可以去委托其他的人 来彼此的同工 在一个teamwork 就是一个的团队里面 我们一起彼此配搭 服侍上帝 所以每一个职份 在教会里面 都有上帝 特服的一个的托付在那边 上帝要我们在当中 我们彼此的谦卑 而且保罗教导我们 各人啊 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哎呀 如果我们真做到这个啊 教会就会变得很好了 通常教会里面 发生很多事情 是因为我看我自己 比别人强 但是圣经里面的真理 告诉我们 我们要谦卑 我们看格仁比自己强 哎这个人 唱歌比我好 哎神就是赐给他唱歌的 这个的恩赐 哎呀这个人 时差年代笑容 我们看到他 都很心里面很舒服的 神给他这个恩赐 不同的恩赐 我们不同的一个的 配搭我们彼此的欣赏 于是那时候 那个使徒们呢 他们就建议 在门徒当中呢 选出一些人来 帮忙处理 这个教会的需要 这件事情呢 普遍上 直到今天 在教会里面 就是被认为 直视 或者是信徒领袖 这个职分的起源 可能刚才你读圣经 你听我读的时候 你稍微细心一点 你会说没有啊 不对啊 整段经文没有出现 直视 这两个字啊 你怎么说 这七个选出来的人 是直视呢 各位有两个根据的 第一个根据呢 这个直视 这个原来的字眼呢 它不是一个正式的 一个title来的 它原来的字眼呢 是一个服侍人的 一个的意识在当中 这个真的深深给我们 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 各位今天 无论我们站在前面 我们站在后面 我们来侍奉神 我们不是为了自己 我们不是要高抬自己 我们是带着 普人的心 来服侍 众弟兄姐妹 这个才是 服侍 或者是侍奉的人 最基本的 那个的 也是最重要的 那个的心态 这个就是直视 这个原来的意思啊 服侍人 然后管理教会 所以呢 就从这个服侍 这个希腊字叫做 Diconos 慢慢地演变成为 叫做Dacon Dacon呢 到今天呢 有人在教会里面 在一些 不同传统的教会里面 就把它翻译成为直视 或者是理事 这个的Dacon 然后第二个根据是什么呢 《使徒行传》21章 刚才我们读的是 《使徒行传》第6章 大概过了20年 然后呢 再提到 这七个里面 其中一个斐力的时候呢 就在那边强调 是那七个执事里面的 其中的一个 无论如何 这个《使徒行传》第6章 第1节到第7节 他没有给 这个帮助使徒 来管理这个的 范食 行政等等 没有给他们一个 正式的Titel 但是呢 却强调我们 服事的那个本质 我们侍奉的本质 带着仆人的心 带着谦卑的心 跟教会神所选立的 牧师 长老 跟他们一起来配搭 协助他们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建立教会 荣耀上帝的名 然后把福音来传开 因此我们就能够看到 在这个事情当中呢 服事是在需要和危机当中产生的 信徒领袖 帮助长老 帮助牧师 然后服事 中弟兄姐妹 这么重要的职份 这么重要的职份 神对这些服事的人 对这些侍奉的人 有什么要求呢 他们需要具备怎么样的条件呢 我们就来看 新月圣经里面 有两处的经文 是很清楚的来教导 我们服事神的人呢 我们应该要具备 怎么样的一个资格 各位我在这里 先为大家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接受下去 你会看到 哇 原来神的要求是这么高的 哎呀我最好就不要了 我最好就不要服事了 我最好就不要 做这个的理事了 不是这样 神是因为看得起我们 神觉得你有这个potential 神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现在暂时没有 神给我们一个很高的标准 要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神是要提升我们 神不是要打击我们 好吗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当我们看到这些 对领袖的要求的时候 绝对绝对绝对 不是要我们来批死批判 又看到这个的要求 我们就想到某某人 他哪里有这个这个 绝对不是 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 封主的名 把他除掉 这个不是主的意思 这个是魔鬼撒旦的意思 因为神的话语 绝对不是要我们来批判人 或者是论断人的 却是要我们来 为着那个人祷告 所以我先为大家打 这个两个的预防针 第一 神不是要打击我们 第二 神不是要我们用神的话语 打击别人 论断别人 好吗 我们继续来看 新约圣经里面有两段的经文 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 服侍神的人应该有 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至少在我们第一段的经文 我们刚才所读的 那边列出四个的条件 第一个 他是一个门徒 你看第二节 第二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向上帝的道 去管理 凡事 原事不合一的 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来 你们是谁呢 看回第二节 门徒 意思说呢 这个信徒领袖呢 是一个的门徒 门徒是谁啊 disciple 门徒不只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 门徒不只是信徒 门徒不是教徒 门徒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 门徒是学主的样式 门徒是尊主的旨意 门徒是活出主的生命 所谓门徒就是 耶稣是老师 我们是学生 我们学老师 我们是这个老师的门徒 这里是这样的一个的意思 所以耶稣有教导啊 耶稣说守抚着梨 就是耕田的时候 那个前面有牛 拉着那个梨 然后那个梨的人 他说耶稣说 你守抚着梨啊 向后看的人啊 不配做我的门徒 什么意思呢 原来啊 在以色列地 那些地是很干旱 很硬 很多石头的 所以那个梨 要去的时候 这个牛啊 这个donkey啊 这个驢子 拉这个梨的时候呢 这个扶着梨的 这个人啊 因为这个是很多烂 很多石头 很硬的泥土 他几乎就是要用自己身体的力量 压在这个梨上面的 但是如果他不专心 他一直看后面 一直看后面 这个梨就会歪来歪去了 就会歪来 他只是卡在那些石头里面了 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要跟踪耶稣的时候 让我们专心 这里是要告诉我们 让我们跟踪耶稣的时候 不要回头看 不要看别人 不要看外在的环境 专心来服侍三帝 这个就是门徒 第二呢 门徒是要 这个领袖呢 是要有好名声 服侍人的 在教会里面 侍奉的人呢 是要有好名声 这个好名声呢 不管是在教会里面 还是教会卖面 都需要有好名声 不管是在教会里面 不管是在学校 不管是在你的公司 不管是在你的家庭里面 都同样表里一致 是同样一个人来的 有一个笑话你可能听过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有一个孩子对他的爸爸说 爸爸我真喜欢你在教会里面 我喜欢教会里面那个爸爸 多过我喜欢家里面那个爸爸 明明是同样一个人 为什么呢 这个爸爸很好奇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教会里面 你非常斯文 你很敬虔爱主 你爱人 然后你很温柔等等 但是在家里面 你是一个讲 讲骗话 打老婆 骗人的一个的人 各位让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这里所谓的好名声 是我们在哪里都活出主的生命 然后别人看得出 这个是跟耶稣的 这个是野兽宅来的 这个是野兽雷来的 跟耶稣的 第三呢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这里不只是讲到 被圣灵充满所表现出来的 比如说讲方圆 比如说看医乡 比如说还有一兵赶鬼 等等 当然这些都是 圣灵充满的 这些的一些 外在的一些的表现 但是圣灵充满 不只是这些 圣灵充满的意思呢 是我们顺服圣灵 并且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因着我们顺服圣灵呢 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是什么呢 在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读给大家听 意思是说 当我们信耶稣 我们学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顺服圣灵 我们让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的生命 慢慢会有这些的表现了 就好像一个 你种的这个猫山王 时候到了 他自然而然会结出猫山王 我感谢神 刚才有一个uncle 非常的疼爱我 送了我很多柠檬 uncle请我吃柠檬 他说他有一个果园 一个发麻 种了 我们只要尽人的本分 施肥浇水 自然而然到时候 他会结果子 同样的 圣灵的果子 各位也是如此 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 我们荣耀圣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东宫的时候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二十二节 是这么说的 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呢 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心慈 温柔 和节制 这个果子是一粒果子 里面有九种的味道 就正如我们一个人 有九种的圣灵的特质 在当中 第四个 第四个条件是 智慧充足 各位也是如此 智慧充足不表示 很多学问 智慧充足不表示 读很多书 智慧充足不表示 我有很多个博士学位 不是这些 这里所谓智慧充足是什么呢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这里主要是指到 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这个人很可能是 没有什么读过书 当然这个人也可能是 读过很多书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敬畏神的人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人是资生子 便是聪明 第二个新约圣经里面 第二段经文 更加具体的指出呢 教会里面的领袖 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 他是记载在 提摩泰前书 第三章 第八节到十三节 提摩泰前书是保罗 写给这个年轻的传道人 提摩泰 保罗把他拆拍去 语福所 牧养这个语福所 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 而且也充满很多的 外在的挑战的一个教会 保罗就写了 提摩泰前书来勉励他 给他加油 然后也在提摩泰前书那边 告诉他 教导他 怎么样管理教会 当中就包括了这段的经文 在教会里面 怎么样选 这些信徒礼仇来服事 如果你也愿意的话 你也打开提摩泰前书 第三章 八到十三节 但是至少我也把当中 那些的条件就放下 你就看到这个 前面的这个的powerpoint 我们把它分去三个组别 第一个组别是讲到 这个人的生命 他的节制 他的自治能力 那边说 这些侍奉神的人 有什么资格呢 第一 他必须要断装 断装了 可以表现在外在 我们的谈吐 我们讲话有没有很粗鲁 甚至我们有没有讲那些 黄色的笑话 这些都是不断装 圣经讲 不符合生徒的体统 断装也可以表现在 我们的衣着上面 断装也可以表现在 我们跟人家的对话当中 断装 很深重的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随随便便的 不是雷雷飞飞的 断装 让人家看到 从我的身上里面 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 第二呢 很简单 不一口二识 不讲是非 不讲八卦 不在背后讲别人的坏话 第三 不好喝酒 这里是讲到 滥用这个的酒精 其实在同样一卷书 提摩泰前书 保罗有提到 有跟提摩泰说 你的胃口不好 你可以稍微 各位听清楚 稍微喝一点酒 这里所谓的不好喝酒 是不需酒 喝到烂醉 喝到失去理智 喝到丧瘾 不可以 第四 不贪财 当然因为在教会里面 管理教会 帮助长老 帮助牧师 很多时候会接触到钱财 弟兄姐妹的奉献等等 如果这个人 品行不断正 就很容易出问题 各位特别是弟兄 我们有三个 三个对手 或者三个 撒旦喜欢用这三个 自古到尽来试探我们 使到我们跌倒的三样东西 第一个权力 第二个女人 第三个金钱 让我们在神面前 不要以为自己很厉害 我们在神面前 战战兢兢 时刻靠主 来得胜 第二个主别是 提到这个 师奉的人 他的灵命 跟他的品格 提到这个人 必须要顾守正道 等一下我会再详细的解释 什么是顾守正道 第二经过试验 经过试验的仪式 这个人 就好像这个公司 聘请了一个新的职员 有一个的试用期 三个月 六个月 必须在这个试用期里面 pass 过关 上司觉得 你可以升任 你真的是品格良好 才可以继续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 同样的 要作为教会里面的 这个信徒的领袖 或者在不同的师奉里面 必须要经过这个的试验 然后呢 神就会把更重要的东西 更重要的职份 更重要的师公 交托给我 因为耶稣说 你在小师上中心呢 就会有更大的师 托付给你 第三个主别 是讲到我们的婚姻 和我们的家庭 这边说呢 执着一个妇人的丈夫 简单来说 这个丈夫只有一个太太 意思说 她对婚姻 她对她的太太 很忠心 很忠贞 相反 同样的 如果这个 侍奉的人是一个姐妹 同样的 她只做一个 男人的太太 在婚姻里面 是忠贞忠心的 第二呢 特别说 你要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如果你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你怎么样管理善利的家呢 所以这里是提到婚姻与家庭 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呢 又再继续说 女执事也是如此 女执事 其实可以翻译为 没有问题的 其实可以翻译成为 执事的太太 所以不管是女执事 还是执事的太太 一样的 她说 女执事 执事的太太也必须如此 几乎也是同样的来重复了 你必须断装 你不说裁员 不说裁员的意思 不说八卦的话 然后有劫事 凡事中心 各位 如果这边 她是指导 执事的太太也是如此 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丈夫做执事 或者你的丈夫 是教会里面侍奉的人 你不是的话 你也必须跟她同行 你也必须因为你的丈夫 或者因为你的太太 她是在教会里面 担任这么重要的一个职份 我们也必须跟她同行 也必须有一些的条件 所以你看 不是开玩笑 是非常慎重的 因为我们侍奉了上帝 在立位基里面 上帝说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上帝说 我是圣洁的 所以让我们 真的是非常谨慎 但是也抱着喜乐的心了 只要我们顺服上帝 就不必害怕 然后好好的来侍奉她 在旧约里面 有好几个例子 那些人随随便便侍奉 随随便便 但是上帝就给他们 很重很重的审判 这里就是 这个执事的一些的资格 或者服事神的人的一些的资格 我们来注意一下这边 这边所提到的 都是非常的具体 我们很容易明白 但是其中一个 孤守真道 是什么意思呢 这边是要求 这些侍奉上帝的人 要有很强烈的 对真理 有很强烈的信心 对上帝的话 有很强烈的领受 可能这些人 他们没有 不一定有 那个教导圣经的恩赐 但是没关系 他们必须对神的话语 有100%的信心 他们必须对神的话语 有100%的顺服 他们必须对神的话语 有100%的那种的渴慕 而且当他们的生命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 教会外面都能够活出 见证上帝话语 见证真理的那种的生命 我们就看到 圣经立刻就提到 两个那七个指示里面 两个的例子了 第六章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第七章就讲到尸体反了 我们就看到尸体反 他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还是非常勇敢地 讲了一片 直路人灵魂里面的刀 以至于那些敌对他的犹太人 顶不顺 听到顶不顺 然后用石头把他打死 但是他不怕 他孤手正道 他站立得非常地稳 他还为他们祷告主 圣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第六章讲的选择是 第七章就举出这个 用生命来见证真理的见证 然后第八章就讲到斐力了 这七个里面的另外一个 这个斐力 他就很勇敢地传福音 把福音从耶路撒冷 传到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如果我们稍微理解 这个圣经的背景 撒玛利亚人 当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已经有四五百年的仇恨在当中 不相来往的 恨不得你死我活 但是斐力就把平安的福音 传到撒玛利亚 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那边讲 当福音来到的时候 这个撒玛利亚的村庄 就大有平安 就大有喜乐 是因为斐力把福音传去的 然后刚才也提到 过了二十年 斐力依然 当圣经再一次提到 这个斐力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那个传福音的斐力 这样来介绍它 传福音的斐力 然后圣经也提到 斐力有四个 有四个的女儿 这些女儿呢 都是传福音的 意思是说 斐力很好的 把这传福音的 那个的使命 那个的热忱 很好的传承了 给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 所以你看 这个初期教会 所选立出来的 这些人呢 这些信徒女士 实在是成为 我们的一个榜样 所以各位让我们 很专注的 去明白 我们侍奉上帝 不是看我们的施工 有多么成功 有多么轰轰烈烈 而是看我们呢 我们所做的 每一样服事 最终的目的 是不是把福音传开 然后见证上帝 这两个初期教会的指示 或者初期教会的信徒领袖 他们的生命 就向我们来 见证这个的真理了 第三点 也是最后一点 我们来看 这个第五节到第六节 这里就讲到 啊 选出来了 这七个人 然后呢 使徒呢 就教他们 在众人面前 然后按手 在他们头上 你还想 哇 侍奉上帝 有这么高的要求 各位我们从自己来看 高要求本身呢 就直接提高了 这个服事神的人呢 那种的 pure rich 那种的特殊 实际上我们看 侍奉神是一种的恩赐 我们看侍奉神是一种的福气 我们看侍奉神呢 是因为我巴不得要去争取 因为神会赐福给我们 而不是因为刚才我说了 哇 有这么高的要求 我不能啊 我很软弱的啦 我不行啦 不是这样的意思 神绝对不是打击我们 神要提升我们 我们本来是拿C的 神说你可以拿A的 我要把你拉上来 A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在神的面前 在这第六章第六节里面 上帝就非常正式的 officially 非常正式的 借着这十二个使徒呢 安守在这选出来 这七个人的头上 这个安守在头上 在圣经里面 有很深远的这个的历史 和他的属灵的意义 从旧约里面 摩西安守在他的继承人 接班人 约束亚的头上 就带出了这种的意思 有奉三帝的名 很正式的在大家面前 来猜浅 来授权的这样的意思 但是真正授权 真正猜浅的是圣灵 是三帝 所以无论是安守的人 无论是被安守的人 无论是其他在那边看的人 我们都必须非常地恭敬 我们都必须非常地顺服在当中 结果怎么样呢 三帝的道兴旺起来 门徒的数目增加了许多 有许多的祭司信从了之道 本来是危机 我们听了太多 我们也会讲 危机就是转机 是啊 看我们有没有顺服神 还是我们顺服我们自己的 这个的意思 如果我们顺服神 我们荣耀圣灵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运行 我们荣耀圣灵来管理我们这个的老我 管理我们的软弱 管理我们的偏见 除去这些 危机就是一个转机了 你看 当他们胜过 这一个的危机的时候 上帝的道信万起来 门徒书目加征很多 有许多祭司信从了之道 在原来希腊文的文法里面 我们的英文有一点像 这个希腊文 我们的英文有 past tense 就是讲到以前的事情 发生过的事情 有future tense 就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 有一个叫做continuous tense 就是正在进行的一个动作 这里就很像 英文里面那个continuous tense 正确地来翻译的意思 就是说当这个危机 胜过之后 教会荣耀圣灵 荣耀圣灵来管理的时候 上帝的道 持续不断地信万起来 门徒书目 持续不断地增加 有许多祭司 本来是敌对耶稣的 本来是敌对门徒的 敌对使徒的 敌对教会的 有许多的祭司 持续不断地信从了之道 各位 我们起步就是 希望 我们的教会 也是如此吗 我深信你是 我们巴不得 我们的教会 上帝的话 兴旺起来 不断地 门徒的数目 不断地增加 许多本来看起来 不可能信耶稣的人 不断地信耶稣 我们来为今天的信息 做一个总结 和一个的反省 当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的时候 提到怎么样选人 来服侍上帝 跟教会的这个长老 使徒 牧师来佩达的时候 你会看到 他们是要解决 那个吃饭的问题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在选这些人 没有提到 怎么样管理 这个吃饭的问题 这里没有提到 管理这个饭食 你需要什么logistic 物流管理的文凭 你不需要有什么 商业管理的文凭 你不需要有什么 MBA的文凭 你不需要有人事管理 human resource 这个的经验 这个的技巧 这里都没有提到 这些外在的 反而是非常明显 把焦点放在 这些人的生命的数值上面 和他的属灵的成熟度 这让我们同时 也很清楚看到 刚才提到的 提摩太前书 那个选执事的资格 也是如此 没有讲到 他需要是博士 他需要是 至少是要大学毕业的 他是教会 他是公司的经理 没有提到这些 反而是注重 我们的生命 属灵生命的内涵 因此当今天 许多人把注意力 放在我们所做 有多成功的时候 放在很注重 这些外在的 成绩单的时候 主耶稣说 我要看你的内心 我要看你的内心的 涵养是什么 我要看你 事奉的目的是 冬季是什么 我们的事奉 能够走得多远 我们的事奉 能够走得多正 我们的事奉 能够走得多深 我们的事奉 能够走得多久 我们的事奉 能不能够容神一人 完全取决于 你是追求外在的成功 让人家看到 还是 你注重内心 但是我告诉大家 奉主的名 从圣经里面讲 神是看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我这么多年的 事奉的一些的感受 我时常用这五个字 来提醒自己 第一个 自重 神给我们这个福祉的恩赐 神给我们这个福祉的岗位 这个机会 让我们自重 自重就是 我不假谦卑 但是我也不骄傲 自重 我既然是宣讲上帝的话语 我既然是圣经的教师 我就要活出 我所讲的东西 不然我站在这边 除非我的脸 是子弹也打不尽的 这么厚 不然哪里 有这样厚脸皮来讲 所以我要求自己 当我要讲的时候 我必须先要做到 奉主的名 第二字节 让圣灵来洁净我们 因为我们侍奉了上帝 得罪不得 不要蹲playplay 不要开玩笑 让我们先求 耶稣基督的宝血 洁净我们 遮盖我们 堵住我们生命的破口 我们才来侍奉它 第三呢 自强 自强的意思是 如果我要我的侍奉 侍奉得更好 我必须不断地去学习 第四 自律 今天现代人有谁不忙呢 每个人都非常的忙 但是如果我们要 我们的侍奉做得好 我们要不断地学习 我们必须要自律 self discipline 管好我们的时间 管好我们自己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更好地来学习 更好地来侍奉 自律 最后呢 自神 就是不断地反省 让圣灵自由地提醒我 有什么做得不对 有什么做得不够好 然后不断地反省 不断靠神的恩典 不断地向前 我相信 我做到 我学习 你也可以做到 什么知识比我做得更好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渴望 在你的身所里面 来服侍你 很多时候我们 看我们自己觉得不配 但是神你竟然把这么重要的职份 托付给我们 也让我们看在教会里面 服侍的机会和岗位 没有分大小 没有分比较高级 或者是比较低级 因为每一个肢体 每一个服侍 都在神你自己的国度里面 在你的教会里面 我们是彼此配搭 我们是彼此欣赏 我们是彼此扶持 我们是看别人比我们自己强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 我们就是要建立你的宝座 我们要荣耀你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主啊使用我们 让我们按照你这个标准 我们眼光放得正确 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加给我们力量 加给我们信心 也加给我们爱弟兄姐妹 尊敬教会的长老 领袖一个顺服的心 加给我们 我们将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Amen Amen 上帝赐福我们 谢谢不客气 不客气 不客气 传道 还有我们的招呼领袖 希望你按手祷告 来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吗 哈利利亚 如果你需要的 掌钱来 不然的话 让上帝的爱 耶稣的怜悦 圣灵传绝 永远跟随我们 Amen 哈利利亚 记得在下个星期 同样时间来到这个地方 来朝铁圣灵传统 来朝铁圣灵 Amen Amen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荣耀盖具你的命 我跟随不外应 我爱你 用尽我全心 全意全力 在这海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海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在这海的路程里 我奔跑不放弃 你恩典在哪里 每一个伤心 是我你 你爱我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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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他们计划的上帝 把他们交到你手中 让圣灵来带领你们 因为圣灵就是最重要的上帝 祝福你的每个孩子 使他们新圣灵往生 感谢你 奉耶稣名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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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